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对通用福特斯泰兰蒂斯三大车厂发起的罢工行动 规模遍布21个州的41座工厂 罢工纠查线外总计有25000名劳工 占工会会员总数的17% 通用汽车4号公布的消息指单是罢工的头两个星期就造成了2亿美元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指出汽车三巨头和供应商 已经裁剪了6000名因罢工而闲置的人 摇摆州同时也是汽车业重镇的米西根成了民主共和两党 2024大选的热点 总统拜登站上了罢工纠查线 拿着扩音器喊出支持公会提出的未来四年加薪40%的诉求 创下了美国总统的首例 拜登前交走共和党大选民调支持度最高的参选人川普 也赶来底特律 由UAW主席芬恩表示没必要跟他见面 川普于是选择在一家不属于工会的汽车零件配装厂发表演说 Hopefully your leaders at United Auto Workers will endorse Donald Trump Because you know standard history for years and decade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They always endorse a Democrat 川普划风一转指这场罢工的结果和未来合约的内容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很快的生产线就将转去中国等其他地方 川普指控拜登政府推广的电动车转型政策是在暗杀工作机会和产业 发展电动车是拜登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 并为此提供计额补助盘减少碳排 并防止中国强化掌控电动车市场 然而部分工会人士担忧电动车转型会压缩就业机会 to echo what he was saying I think that making electric vehicles mandatory for people to have and stopping gas powered vehicles is a no-no He's talking about how we need choice and that's the thing When you get rid of all the gasoline powered vehicles it's going to screw everything up and everybody thinks that this electric vehicle way of thinking is so clean and all that but when you dig deeper it's really not and President Trump dealt with all those topics today and I think he did a nice job as always 美国两党的政治光谱 传统上民主党勤公共和党重伤 以密西根州为例 以往被归类为民主党篮墙的一部分 但2016年大选遭川普收编 四年后拜登靠着传统非议和劳工选票 以及底特律富裕郊区投票增加之下 勉强以不到3%的差距把密西根赢了回来 当时的出口民调显示 每10名工会成员当中就有4人投给了川普 是好几代共和党人当中最高的记录 Do me a favor, just get your union guys, your leaders to endorse me and I'll take care of the rest 盖洛普最新一份针对经济所做的民调显示 百分之五三的受访者认为在提振经济上 共和党会做的比民主党好 而看好民主党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 是近三十二年来最大的差距 而对共和党的初选活动不屑一顾 还官司缠身的川普 以百分之六十一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党内其他七位对手 位居第二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十三 恭喜新闻晚会变异